Lio聊世紀天天榮心 大家好我是Lio 今天來看 伊索比亞人對上喬治亞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好 最近大家應該都知道了 西托終於加入了我們的TAG TAG反而是台灣的遊戲團隊 想要變成國際團隊了 跟當初這個曲名的意思有點不太一樣 但沒有關係 台灣團隊能變成國際團隊 也是一件好事 畢竟國外的人加入呢 也可以拓擊這個國際視野 所以我覺得TAG這一手騎士 下得非常的一手好奇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Viper這邊選擇的文明 是喬治亞人 喬治亞人的特色呢 是他的騎兵路線會自動回血 光是要打馬弓還是騎士肉馬 都會有自動回血的效果 而且地用時代點下阿茲諾騎兵 可以讓騎兵的佔用人口再減少15% 後期可以爆出更多的馬 省出來的人口 也可以多安一些村民 都是很適合的 喬治亞人跟一般的馬國民一樣 後期通常需要用到槍兵 去對抗敵方駱駝 遇到大量步兵的時候呢 可以考慮轉出火槍 所以整體來說 喬治亞人對於轉兵來說 是比較輕鬆一點的 但是後期 比法蘭克弱了一點的地方 是沒有火炮 所以後期呢 可能要獨用重頭 或是投車 用這個通車去做工程 會更加適合 不然就是用巨型投石機 也是比較單純一點的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西托這邊選擇的文明是 伊索比亞人 伊索比亞人的特色呢 是他的工兵單位 射擊速度非常快 而且他的槍兵呢 重裝長槍兵會自動升級 但是大槍兵還是自己需要花300肉 跟600斤 那後期的駱駝呢 只要點下皇族血脈 也可以對騎士有減傷的效果 但是沒有品種 跟三級訪 這也算是他的弱駝的弱點 那後期有大落馬 可以彌補工兵跟步兵的機動系列問題 整體來說 伊索比亞我覺得是一個非常強力的文明 甚至後期的榴彈炮 不是榴彈炮 扭力彈射器 再加上火炮呢 他的升級起來的效果 跟榴彈炮其實差不多這感覺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兩邊地圖 那這場比賽呢 是西托對上viper 由此可見 TAG這次加入的玩家 是非常非常頂尖 那西托在我們的頻道早期 也常常出現過 那最近是比較少出現 可能是因為他比較專心在練 這個TG 這個打團戰的關係 所以比較少拨到他的比賽 但不可否認的是 他依舊是法國的強力選手之一 所以呢 他加入TAG 一定會為TAG帶來更好的賽果 這是可以不用自已的 因為他都可以遇到viper了 這個一定是不用懷疑的 這個一定是不用懷疑的 那viper呢 這邊是點下了封建時代 17p就點 那西托這邊呢 是選擇了18p 那viper呢 還偷了一個織布 超級極限升級啊 viper是不是想要一個極限肉碼 一波打倒呢 那喬治亞開局時候 可以給羅車的關係 所以省下一百木頭 也是非常適合打 極限開局的這個玩法的喔 好 那這邊補了一個軍營 補一個房子 不然待會卡人口 好 先敲一下 然後再拿一隻村民 敲馬舅 專輯很順暢 一上去補個支部 然後趕快去點下一級伐木喔 好 這裡可以補一級伐木了 有要補嗎 要補 好 那也有不補伐木的一個流程喔 但viper這邊是走補了伐木的流程 那不補伐木會有個什麼優點呢 就是洛馬極限可以打得更兇一點喔 因為都要打極限升級了 為了就是讓洛馬的出關時間更早 但是往往點了一級伐木之後 洛馬就會按個兩隻就斷了喔 甚至按到三隻就是極限 因為村民不可能斷 待會的肉都要給村民 所以viper這邊是選擇了一級伐木的走法 還是比較偏經濟一點 優點呢是經濟好 但是洛馬的壓制力會稍微差一點喔 那如果是一年前的hera的話 或是一年多前 或兩年前的hera 可能就會省心一級伐木喔 直接按個四五隻的洛馬 甚至六七隻 直接一直往臉上衝喔 那這個極限配置的打法呢 是比較專注於在踩肉上喔 木頭的話就兩個人踩喔 比較容易達到這個極限 升封劍時代的這個標準喔 好 viper這邊三隻肉馬壓制 那我覺得viper的打法 在天梯上的表現喔 跟比賽的打法來說喔 有點像是偏向以前hera的強軍式的打法 然後再配上一些防守反擊喔 所以現在viper主 看到主動攻擊的這個畫面喔 越來越多了喔 如果可以看以前我們頻道的觀眾們喔 就會發現以前的viper是比較沒有打這麼激進的喔 在前期的時候還是大多走這個防守 剛剛不好意思影片有點斷掉 我們回到比賽中 那就會發現喔 以前viper並不是打那麼激進的 所以現在viper呢 他的打法一直有在做改變喔 自從我大概三四年前開始看他的影片喔 就覺得他的影片打法就是反手反擊 最固定的打法 那現在viper也是會開始嘗試一些極限配置喔 去做處理他的戰局 或是一些優勢的馬國開局喔 或去嘗試做一些改變喔 我覺得這算是viper的自我的成長喔 所以有些觀眾可能會覺得不諒解喔 viper怎麼突然變得不像viper啊 那我覺得這算是一個職業選手會經歷的一個過程 改變打法風格 這一點對於成長來說是很重要的喔 我覺得不是壞事喔 好那來到這邊看到viper 我看到了 肉馬已經貼到人家臉上的西托好像有點炸裂 這四隻公兵直接被點掉 五隻公兵剩了三隻 然後這隻村民逃掉了 但是肉馬直接貼了上去又把公兵搞定 而且這邊城鎮中心吸引到了很多村民助手 裡面衝進去砍了這些人 完了viper 這一波賺很大 至少賺了兩村 而且還讓西托收村收了七七四十九天 可以看到西托這邊資源量已經有點落後了 好 這波打的有點兇 西托這邊要打贏的話 公兵可能要補到雙射箭場 而且肉馬還是得要繼續出喔 才有可能壓制的回去喔 但是現在補雙射箭場的話 可能會有點難補 現在要補的話 可能要補右邊一點 左邊這裡可能要補一下 不然他的兵力 雖然能壓回去了 但是viper呢 其實沒有打算要繼續補兵了 所以西托如果這一波要打穿的話 早就已經補雙射箭場了 抱歉抱歉 雙射箭場補下之後 就要趕快往前壓制了喔 那為什麼剛剛說難補呢 是因為這邊還要再繼續撒農田 現在這邊田不夠阿 好 iper這邊兩隻肉馬 繼續給壓力 殘血的抓掉 抓到了山村 OK 雙射箭場繼續補弓兵 那西托肉馬 不能斷喔 而且現在田還要繼續撒 西托這邊田太少了 這裡木材一定要投資在田身上了 然後家裡這邊要找個機會給他圍起來 不能再讓他一直溜進來 這個是小圍的重點 結果viper這一波天梯是直接圍死 看來對於西托來說 viper來說西托是一個危險人物 通常我覺得啦 viper會把家裡圍死也是給對手的一個尊重 那當然這邊圍死也不是 說西托很頂什麼的 這個只是單純戰術上也需要這樣子 給你的前線的部隊送光了 基本上沒有辦法打了 那你就要圍死了 所以這個是正常的反應 但是通常viper遇到更強的玩家 對於這件事情會更小心 所以可以看到這邊他圍死的速度很快 盡可能圍死 也不想要有這個讓西托有機會 溜進來 我覺得對西托來說是一個很好的尊重 好西托中把右邊圍好了 這個洞真的不能再讓viper再溜進來了 太難受了 好西托現在東冰肉馬給壓力 但是這邊真的是田要多灑一點啊 剛剛到現在只補了一片田 對於西托的經濟發展來說其實是很傷的 不然待會就要補個市集透過買賣了 好viper這邊肉馬品種已經點下了 城堡時代還有一分鐘 這裡應該是打步穿 好viper這邊甚至連一級的封兵鎧甲都不想補 ok 封兵點掉 殘血 一隻拿得掉嗎 可以 一換一 一換二才對阿 那viper這邊點下城堡時代 沒意外的話 騎兵繼續走 而且還有自動回血能力 城堡時代可以回10滴血每分鐘 還算是不小補 最重要的是還是這個強化教堂 補下之後呢 可以增加這個半徑9格內的村民 10%的工作效率 所以這個效率是非常非常好 這裡補一個之後 待會這邊填呢 再補一個 這邊填跟伐木區都可以增加加速阿 但之前道特有實測過 3TC 雙修道院 跟3TC 開農不補修道院 哪個經濟比較好 實測的結果是 3TC經濟還是比較好 所以這個強化教堂 是通常你村民穩定之後再補 或是雙TC補一個強化教堂 是比較適合的 畢竟城堡時代上去的時候 木頭有限 不可能全部都補 好 MIP的騎士出來了 好 現在工兵出來 15隻的工兵 現在吸托也是要為死喔 淵深時代 OK 已經為死了 哪裡 做好準備 將好二級射 工兵再出門 那現在對於吸托來說 遇到這種騎士暴打法 可能還是要配一些駱駝 會比較好 如果不配駱駝的話 就要配重裝長槍兵 但是駱駝一定是比較好 有這個主動權 那BIP2級馬凱馬上就補下了 補得算是蠻早的 好 吸托現在最重要的事情 大學 要趕快點下 趕快補在後面 把這個洞補起來 或是趕快往外補 大學 有了 蛋倒學趕快點 吸托這邊 打得很好 非常精銳的打法 頂尖選手 這種細節 都不會忘記的 好 但是這邊BIP有頭石車 正在製造當中 這邊應該是會先長一陣子 等騎士回來之後 再把這個頭車派出去 拍一下吸托 那吸托這邊要特別小心 這個工程器製造所了 好 這邊打成眠 應該可以打得進去 騎士傷害其實很高 但是兩隻村民 好像是有點極限 血量剩下30幾 第三隻村民過來修 好像可以拉回來 後面的駱駝無情輸出 砍了非常多的傷害 這裡一個回頭打下 OK 結果一隻騎士 兩隻騎士倒地 好 工兵怎麼突然拉回家呢 這邊應該要繼續猛攻才行 但是BIP好像有一台頭石車 是不是被換掉了 結果工兵好像沒事 好 BIP在打成門的時候 頭石車送掉了一台 那現在上方補下了一個城鎮中心 3TC繼續開農了 好 強化教堂補下兩個了 那經濟結構 就是雙修道院3TC 好這個經濟組成是最好的一個狀態喔 好 這裡有點危險喔 城鎮中心 又被剪掉了一隻村民 西托這邊壓力給的很大 但是西托最大的問題就是 沒有辦法補下更多的 城鎮中心 至於他叫西托還是西托 其實我覺得都可以吧 大家有些人會叫西托哥 原來法文的西托會比較接近法文的發音喔 那西托的話 就比較中文式的發音喔 比較好方便性 好 OK 那這邊 輪軸 是點下了 一分鐘 那現在 西托這裡最大的問題 二級伐木沒點 VIPER也是 兩邊都是忘記點的二級伐木 二級伐木都沒點 經濟有點差 但是現在VIPER的經濟應該是領先的 可以看到領先已經量了到2400支援 西托這邊的工兵一直沒有找到一個很好的突破口 甚至沒有前置工程器製造所 這邊是一個大問題阿 那通常呢 這個TC蓋在這種木屑的地方喔 這裡補工程器造所給壓力是最好的一個選項喔 這樣可以逼對手來打叫 然後自己的頭車又有高地優勢喔 這樣B站是最好的 反正是這邊正面硬打 其實對西托來說並不是一個很好的 壓制手段喔 他有更好的選擇 但是他沒有去選擇而已阿 所以 有時候選擇比努力重要 就是這麼一回事喔 西托的選擇 讓他有點陷入了焦灼 沒有辦法打出更多的戰果 反正讓VIPER拖出了這麼多的兵 但是這一波射到了 哇 公路抓到了一兩吋 好像只有一吋而已阿 丟自己損制的四隻工兵 血量有點殘 要不要補個修道院 按個勝率補險阿 現在射箭堂數量還是兩個 繼續按工兵 工兵數量其實很多喔 16隻的工兵 加上外面這裡18隻 30幾隻的工兵 好這一波MIPER要衝了 16隻的騎士 來看一下MIPER的進攻 分兩隊 所有兩邊包夾 先用躲著 好 這裡 不能再躲了 直接往前推 西托這邊要來 來不及會合 這托工兵將去死亡 上面高打滴 攔截去了西托的虛弱 工兵直接一大片倒地 西托的駱駝沒了 好 這裡20隻的工兵 繼續累積起來 VIPER這邊 騎士慢慢回血喔 你看到這邊 喬治亞的優勢 就是這麼的好 好 血量回一回 待會就可以多扛幾件 救出他的優勢了 好 MIPER點下了二級伐木 終於發現了沒有點伐木 好 西托也補下了 但是這一波衝進來 西托如果工兵再送掉 還能打嗎 家裡就沒兵囉 槍兵來得幾補嗎 好像來不及 西托這一波被關本獸 工兵全部躲在了這個小房子裡面 17隻工兵 輸出很好 攻擊速度很快 但是有點難受 好 現在西托的分數有點落後1000分 但是應該還能再打一下吧 看起來還不會輸 只要這坨工兵還在 西托就還沒有輸 好 MIPER點下了二級伐木 好 MIPER這邊農田要趕快灑 或是要補城鎮中心才行喔 好 城鎮中心補在了前面 哇這個位置有點極限喔 黃田部分已經補了大概三四片田 這個數量的話3TC是可以升帝王時代的 但是MIPER 或是繼續暴騎士的路線 所以這邊補4TC繼續打繼續農 會對於他這個暴騎士的打法來說更加適合 好 西托這邊 七十一隻的工兵 七十一隻村民 對上98隻 BIPER的村民數還是領先很多 拇指環還有5秒鐘 即將研發好 有拇指環了 射擊速度來到了最快速度 右邊的騎士貼了上來 嘗試想要突破這個防禦 好看來是突破不了 喔有個洞 哇這個要是流進來 西托可能就要投了 呵 家裡完全沒兵可以擋阿 但是西托這裡一直沒有補槍兵 這樣是對的嗎 正常來說這裡補槍兵會比較好阿 欸結果 喔靠 流進來了 完了 這個流進來 怎麼辦 家裡沒槍兵 工兵在外面 就流進來 來繼續圍 好繼續圍好 好後面的資源點圍起來 就外面 這些沒事 好 再來TC防守 BIPER 應該是可以抓幾隻工兵 好但是層這東西的傷害有點高 好有把洞堵起來嗎 有 洞堵起來了 MIPER也出不去 欸結果這裡無三櫃幫忙開門 但是MIPER也沒有打算要理的意思 好就送吧 送就完事了 好 MIPER的騎士送完 結果西托直接打出了GG 我們恭喜MIPER拿下比賽勝率 哇西托哥這邊經濟有點炸喔 被溜了進來之後 右邊上面又有一個洞 再次溜進來 這個難受 受不了 被溜了兩個洞進來 MIPER的多線操作還是很猛喔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就是這樣講MIPER的進攻喔 而且這一波騎士再過來 基本上又可以吃掉這19隻的工兵 那西托這只能一位防守 經濟也輸喔 只會被MIPER滾更多的選球 所以西托決定在這邊先結束了這場比賽喔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 最後是由MIPER拿下資源上勝利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裡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我小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我們下次見